據中國法院官員說,前中共政治局委員薄熙來的審訊 在星期日法庭確認,控遍雙方舉證原筆,雙方再無新的證據提交之後 宣布法庭調查結束休庭,星期一上就繼續停審 薄熙來星期日在法庭上繼續否認指控 並且說證人王立軍指控薄熙來太太谷開來的證詞 品質極其惡劣,不斷地明顯說謊,證詞充滿欺騙 前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被指控掩蓋谷開來謀殺英國商人海五德案後 薄熙來在去年被霸出重慶市委書記和中共政治局委員的職務 薄熙來的庭審在星期日中午前結束,審訊將會在星期一恢復